光是遠足的 剛開始他們對我說的時候 我是有點… 他們在此問我說 你模仿粥? 我問你模仿粥? 是甚麼意思 你老是綠綠的 你以為是JLK的 對 我就是Nine Joseph Joke 我就覺得 我知道我不是銷貨 真的不需要去到連樣子也展露不到 也不是 其實是很適合我性格的一件事 因為我相信我是很少數的女生入面 這麼沒有包袱的一個人 我記得第一天試妝的時候 我還很懷疑 因為我完全忍不住自己 然後又是很誇張 但第二天整職的時候 你一進廠就知道那一下 大家的反應是真的 而且大家都很喜歡這件事 我們準備開始做幕前 那時候還在想做不做 他們就跟我說 你做吧 就算你賺不到錢 爸爸媽媽養你 沒有問題的 那我就覺得 唉唷 很好 所以就是他們這番說話 令到我更加要鞭策自己 不可以鬆懈 不可以不努力 其實零用他們沒有特別給的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我已經是覺得 怎麼說呢 我不想花家錢 我想靠自己 因為其實可能小時候 可能大家都會 已經標籤了我 覺得我家是 就是叫做負擔不起 但是我就不想靠家 我想靠自己 看看自己可以闖到什麼血路 所以我記得大學 我想最最後一兩年 就已經自己給學費了 就是去補習 去賺錢 想不想做歌手 好想 好想 因為 我覺得音樂是一個很好的 調劑或者治療 對於每一個人來說 如果我出歌 我想出一個類似紀錄 我這三年的成長的歌 就是關於追夢的歌 因為我覺得 可能有很多人追夢 自己都未必是贏在起跑線那種人 我覺得自己就是這種人 就是我自身的條件 就是不說家裡的經濟狀況 但是如果我自身的條件 真的沒有其他人那麼好 是不是 可能千天是跌著 有一點點幼細 但是我自身有點吃力 自身本身有很多權力 很多劣勢